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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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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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甚至在遗体被粉化前 就投身为一条毒蛇 这条毒蛇一出生 就盘卷在脱波内 对所有接近的人 发出威吓的嘶嘶声 这件事传到了佛陀耳中 佛陀说明了那条蛇的来由 然后佛陀用真言 规劝毒蛇弃绝恶念 结果那条毒蛇历时离开脱波 逃入森林 然而毒蛇的执着与称恨 仍然十分强烈 以至于火焰从他口中冒出 他死了以后 即刻投身炎火地狱 在同一刹那 佛葬比丘的柴堆被点燃了 于是同时有三把火 毒蛇口中之火 地狱之火 火葬柴堆之火 燃烧着 人们替那个不幸的比丘 取了一个绰号 燃三 在早晨 我们应该慷慨大方 尽可能地不失给那些 急需帮助的人 身体只是一个 盛装各种乌乌的皮囊 听闻的人们 切勿教养他 装扮他 我燕贯群芳 一个美丽女人想着 我可以诱惑任何我想诱惑之人 事实上 他动人的身躯 不过是一堆血 肉 淋巴 骨骼和排泄物 一点也不漂亮美好 人生 如同一纸 盛装了排泄物的精致瓷瓶 一打开它 就令人作呕 我们耗贝心思 来照料身体 用最鲜美多汁的菜肴 喂养它 用最时髦的衣饰装扮它 努力让它看起来 比实际年龄年轻 是多么的浪费时间 除了墓地 身体 没有其他归宿 在墓地里 它将被本化 被埋葬 或被用来喂养鸟情 受到最无用的动机的驱使 我们投入商场 与对手竞争 毫不犹豫的撒谎 欺诈每一个人 使我们在追求无用目标的同时 增添了恶业 而且到最后 我们永不厌足 我们的财富不够巨大 我们的食物不够美味 我们的欢愉似乎永远不够强烈 当我们拥有足够的食物 来维持生命 拥有足够的衣装 来遮身壁体时 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我们的心灵上师 有了这些 就心满意足 他们从不贪图奢华的衣室 或价格高昂的精致佳肴 他们嘲笑安逸和民生 因此 我们平日对身体的关注 极无功德可言 然而 它却可以成为修持佛法 价值无可估计的工具 可惜的是 我们只能短时间使用这个工具 直到我们死亡 因此 我们不应只是尽可能地 让它享受欢乐与舒适 我们必须善用它 用它来趋近证悟的境界 如果你无法停止迷恋身体 那么你的执着与贪爱 只会增加 我们应该把身体 视为一个幻象 一个梦中的色身 我们应该只给予身体 必要的照料 以维持良好的健康 然后把全部心力 用于修行 如此一来 我们有朝一日 就会变得跟菩萨一样 菩萨毫不执着于身体 随时准备布施 他们的四肢 眼睛 甚至生命 来利益他人 家人朋友 不比一场魔术表演 来得真实 听闻的人们 切勿被自己 对亲友的喜爱 所受服 光是看到家人和朋友 就会令我们高兴 一旦听到子女的哭喊 我们就满心焦虑 这种情绪支配我们的心 让心偏离正途 在一生当中 我们执着于那些 亲近我们的人 并为他们的死亡 与自己的死亡 感到恐惧 有时候 我们或许会想着 要独自前往 山间闭关 全心修持佛法 然后我们犹豫不决地 想着 谁来照顾我的家人 我的事业 我的田野呢 于是 我们持续 延后修行的决定 即使 咽下最后一口气 我们的心 仍然殖民于 挚爱的人 无法平静 安详地 面对死亡 祈愿投身净土 把周遭世界 所有亲近自己的人 及所有财物 是唯一场 魔术表演 不具有任何真实的存在 是重新坚定决心的最佳方式 一个魔术师知道 它变化出来的鸟琴和马匹 是不具任何实体的幻象 因此 因此 对它们 对它们 不具任何执着 但是 魔术师仍然可以与它们相处 享受它们的存在 大多数人 过着家庭生活 一个家庭 维系在一起的时间 最多只有一辈子 而通常的状况是 家人相聚的时间 往往比一辈子少很多 在这短暂相聚的时间内 我们应该努力 维系彼此之间的 完美和谐 同时 尽可能地遵循佛法 让我们日日夜夜地 把心转向善与慈悲 做一次大礼拜 念诵一篇简单的祈愿文 片刻思维新的本质 都是通往证悟的种子 在今生结为夫妇 成为亲子 乃是过去行为 与工业的结果 这也是我们应该 不惜代价的 避免争吵 和谐共处的原因 那些能够放弃家庭生活 转而投入寺院生活的人 应该祈愿 一旦你获得任务 朋友和亲近自己的人 将成为你所带领 通往解脱道的 第一批弟子 故乡和土地 如同牧民的放牧地 听闻的人们 切勿深深执着 我们称自己的出生地 为故乡 然而事实上 在六道轮回之中 没有一处 不是我们的故乡 因为 我们曾在那么多地方 投身那么多次 如同牧民 随着季节 迁移营地 我们每一次投身 就换一个家乡 执着于某一片土地 有什么意义呢 六道轮回中的众生 都曾是照料过你的父母 听闻的人们 切勿对他们 生起我和我的的想法 我们和一切众生 共享六道轮回这个故乡 在无限的过去生世中 每个众生 都曾是你的母亲 你的父亲 你的朋友 或你的敌人 因此 在短暂 有限的今生中 去分别你喜爱的朋友 和你想要摆脱的敌人 是毫无意义的 对于朋友 敌人 死板狭窄的见解 加深了执着 与称恨 撤蔽了你的心 我们紧抓着我 及我的概念不放 并盲从 因这些概念 而生起的喜爱 与贤恶的情绪 使我们累积了恶业 让我们停止这种作为 你出生那天 死亡便开始接近 听闻的人们 切记 没有任何时间 是可以挥霍浪费的 婴儿的诞生 乃天下一大乐事 然而 没有任何事物 能够阻挡婴儿 逐步迈向死亡的过程 在她的一生当中 无论她选择 什么样的人生方向 没有任何事物 能够让她免于一死 俗话说 太阳渐行渐远 西山之阴影 则渐行渐进 生命越是开展 死亡越是逼近 当婴儿成长为青少年 她仍然认为自己 来日方长 这真是大错特错 不断地把事情延后再做 是愚蠢无知的 死亡可以在任何时刻降临 每一次呼吸 就更加趋近死亡一步 如同一只被领进屠宰场的动物 每走一步 就离死亡越近 今生只有一次 来生则无可计数 切勿牺牲无数的来世 来追求今生虚幻的安乐 如果我们日复一日的 忽视佛法的修持 在死亡的时刻 我们将二悔万分 而且为十一万 一个垂死之人 能够开始修行吗 当下即是现身于修行的时机 在死亡的时刻 修行的绝授 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事物 是否成为此 无能够帮助我们的事物 最绝授 在死亡之后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各位最近在生命电视台 看到了地藏菩萨的动画片 很多人很喜欢 我们也把它翻译成 日文 泰文 印尼文 各种国家的语文 包括英文来弘扬出去 所以非常感恩发心的大菩萨 来制作这个90分钟 一分钟五万块台币 90分钟 但是对世界 对佛法的影响很大 再来就在制作观音菩萨的动画 然后我们也制作了很多短短的 三分钟 五分钟的卡通动画 关于慈悲佛教的故事 所以希望大家多护持这个 与动画漫画弘扬佛法的大计划 让我们成为大功德主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各位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儿科 陈慕容医师 防范武汉肺炎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勤洗手 因为生活环境中会摸到各种物品 容易让手上沾到细菌病毒 如果再摸到眼、鼻、口 就有可能会被感染 所以正确洗手才可以有效预防疾病 洗手不是将双手弄湿就好 请确实做到正确洗手五步骤 湿、将双手沾湿抹上肥皂 搓、手心、手背、指尖、指缝、手腕 全部都要搓洗到 冲、用清水将双手冲干净 红、鸿起水来清洁水龙头 擦、将双手擦干或烘干 请记得哦 养成正确洗手习惯 大家一起预防武汉肺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古代佛教壁画与雕刻文明与世的阿湛图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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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先经异渡德干高原 马哈拉施特拉邦重镇 奥兰加巴德西北 约106公里处 在东西走向沙西亚都里山脉中部 佛林瓦格拉河一带的 马蹄状溪谷山崖壁上 共开造29座东湖 从东向西 名延550余公尺 斗壁高约76公尺 山崖枯体裁置为火山玄武岩 阿湛图石窟群全属佛教石窟 石窟分肢体与皮和罗两大类 以后者较多 按印度佛教石窟发展阶段划分 属于早期佛教石窟的 既有第4、5、8、9、10、12、13等窟 由以第13号窟为罪窟 其开凿年代可上述到公元前二世纪 其与石窟大约在前一世纪便已东宫 但整体工程可能延续到三世纪才完成 中期佛教石窟有第6、7、11即14至19窟 年代从四世纪到六世纪中也属于晚期的石窟 基本排列在两端 其第123和第20至29等窟 其建造年代大约自六世纪中也到八世纪 阿湛陀石窟艺术可分为建筑、雕刻和壁画三部分 阿湛陀石窟的建筑形式 基本为肢体与皮和罗两类 第9、10、19和26窟为肢体 其余二十五座皆为皮和罗 其余二十五座皆为皮和罗 尸体库当中质素堵破 天然岩藻 内殿四周建造列主 早期如第九十两窟的建筑 模仿竹木构造的痕迹非常显著 尸体库装装饰简谱 到中晚期 十窟建筑装饰更趋精美 如第十九二六两窟 今天是六摘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栽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饮 不妄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蔓 不香油涂生 不观听歌舞 不飞食食 也就是持斋 或舞不食 随喜您的功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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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阿弥陀佛 心善命词 互生命好 生命电视